中正区封忍街停留停车场预定地 由于公区紧临民房 市长谢国良特别到现场会刊 请相关单位审慎施工 避免出现类似天坑的问题 因为台北市出现天坑 就怕它挖的时候太临近 而现场国有地的停车场上 目前有100多个停车位 是附近居民长期以来的停车空间 当地里长希望市府要规划好 工程期间的临时停车位 避免造成民怨 市长 我不是讲你这已经三年的啦 要讲很多 替他都放得没错 车子放哪边 我请问一下 包括民众停车 这些车辆要消化到哪边 那据我所了解 除了说我们增加停车格的早以外 那其实有很多是嫌弃车辆 就是它长时间占有 它不移开 那这些车辆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统一的办法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六月底如果再不发报会收回 那我有跟公路总局的局长讲过这个事情 原则上他也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嘛 但重点就是说做要做 但我们还是提在做这个过程中安全要顾 地方的停车的疏导也要顾 市长谢国良表示 原先希望透过整合都更的方式安排规划 但经过都发处核算后 认为有困难性 因此市长特别指示相关单位 务必要更加谨慎 找出优良的厂商来施工 要妥善处理在地反应的问题 让工程顺利推动改善当地环境 因为里长他们有特别提到 希望文化局的部分能来做整合 所以我们针对文化局是不是那边有空间可以停车 对就是说文化局我们也做跨局出一个整合 现阶段文化局会请他们围要的厂商来评估 就是说后续在文化局后方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后方的地方 可以停车可以停几台 目前是可以停40到60个一个车位 就是说里长他们是希望说在临近的地方 也有停车的空间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